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节目前 咱先打一广告 5月27号 我将带队游学大帅府 大帅府呢 是凤系军阀 张作霖 张学良父子俩的宅邸 这爷俩咱看照片能看到 他们两个能文能武 长相十分英俊 那么张作霖呢 他一个土匪出身 一个保险队出身 然后被赵安做了巡防营的营长 经历了辛亥革命 袁世凯称帝 府院之争 张勋复辟 然后直挽大战 两次直凤大战 最后终于入主中原 最后又经历这个国凤大战 北伐战争 再被赶回到东北老家 再回到东北老家的过程中被炸死了 你了解了张作霖的历史啊 就是北洋军阀这段时期呢 你就大概知道的差不多了 5月27号下午一点半 这里边具体的内容呢 咱们就张实帅府见 是吧 咱们言归正传啊 这两天呢 看到了一张图片在网上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一个历史读本叫做《写给孩子的中国史》里边 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套丛书啊 介绍甲午战争的时候啊 介绍威海卫之战 还有《马关条约》这个章节 那为了表现 威海卫之战当中 被洋海军向日本联合舰队投降的屈辱一幕 这一章节的插图里 用了一张丁汝昌投降图 那么画面里边 这个日本军官高大挺伐 而丁汝昌呢 卑躬屈膝 这就像中国古代的老百姓 见到了县官县太爷一样 实际上啊 丁汝昌在北洋海军投降之前 就已经自杀殉国了 那么这张图呢 可以说是严重的违背了史实 所以啊 网上就有一批物种啊 就跟熊瞎子见了蜂蜜一样 扑上去叫唤 说这是历史虚无主义 说这是独教材 说这是境外势力渗透 什么拿了日元的汉奸 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 就差把这边际拉出来 斩首示众了 那么丁汝昌之死 和北洋海军的投降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张图就是从哪来的 咱们今儿就来聊聊 话说1894年7月25号 日本联合舰队 顾蒋武德派出第一游击队 及高千岁丘金州 三艘船偷袭了 纪远广以北洋海军的这两艘军舰 那么8月1号中日正式宣战 加勿战争爆发 9月17号双方爆发黄海海战 北洋海军损失惨重 此后啊 北洋海军多方面的压力 那么光旭皇帝认定丁汝昌这个人作战不力 将他革职留用 一边呢 又督促他立功赎罪 一边呢 又不许他出现更大的伤亡 那多方考量之下 丁汝昌采取了避战宝船的消极战略 归缩在旅顺威海卫 将黄海的制海权拱手相让于日军 更令日本陆军在辽农半岛的推进 毫无后顾之忧 然而日军为了实施第二阶段的直立决战 必须要把北洋海军残步消灭 这样才能够自由的进入渤海 禁逼精进 于是在1895年1月策动了山东作战 日本海军掩护陆军从戎城湾登陆 海陆夹击北洋海军的大本营威海卫 到了2月初 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威海卫所有的陆上要塞 那北洋海军能坚守的就只剩下刘宫岛 日军利用要塞上的火力 还有鱼雷艇进入基地偷袭 让北洋海军的残余势力所剩无几 与此同时 联合舰队司令一东右亨 不断的给丁努昌送去劝详信 那面对着外边的援兵迟迟迟不到 岛上的守军士气低落 那纷纷堵在了海军工作前 让兵军们给大伙指条生路 在重压之下 丁努昌在1895年2月12号凌晨 生吞鸦片自杀 2月12号上午 北洋海军广炳号巡洋舰的管带 也是日后民国海军总长的程碧光 乘坐小船前往联合舰队 送去了盖着丁努昌大印的投降书 那一东右亨确认之后送去了一份回寒 并相约 双方在第二天继续确认投降的相关事宜 那13号上午 程碧光带着威海营务处提掉牛昌顶 一起到日军军营 作为海陆军的最高代表 对接投降的相关细节 一东右衡就问 丁大人怎么没来 两位说丁大人已经自杀殉国了 我俩现在是流攻岛上陆海军的最高指挥官 现在可以全权负责 于是他们商量好了投降的事宜16号 流攻岛上的所有清军开始遣散 17号双方战舰和港口交接完毕 北洋海军的剩余战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这支舰队彻底全军覆没 由于丁努昌是戴罪之身 并且投降书上也盖着丁努昌的大印 那么说明不管过程怎么样 这结果都可以理解成 被杨海军投降是丁大人的意思 那么戴罪不但没立功 现在反而是丧失辱国呀 所以他死后是没得到抚恤 反而是他的棺果被涂成黑色 缠上了三道铜锁 这棺果停在了老家村口 用砖头在外边垒一圈 不得下葬 意思是你人虽死但不能免罪 还要继续坐牢代价示众 一直到1910年 当时时任的海军大臣载巡 向皇帝上出 奏请开赴了丁努昌的元官元贤 这才算正式平反 他的老部下集资 在威海卫建立了祠堂 在老家迎建了坟墓 这丁大人终得是入土为安 关于丁努昌给一东又亨的那份授详书啊 那到底是不是他自己写的 还是他死之后别人以他的名义写的 至今仍有正义 但不管真相是什么 其实从丁努昌自杀那时候开始 就已经注定北洋海军要投降了 不管他有没有真的写过那本投降书 就算他没有 他临死前也会想到 他的手下人会以他的名义去投降 可以说他从吞下那片鸦片膏开始 就能想到北洋海军的未来是啥了 那由此可见 在北洋海军投降的过程中 这丁努昌啊 始终是没见过一东又亨的 那为啥有他向日本人作一请降的画呢 这其实是日本画家画的战争服饰会 服饰会啊 是17世纪日本江户时代流行起来的一种风俗画 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 谨慧新闻的新体财服饰会 其实就是用这种画风的风俗画 去画一些战争的场面 在19世纪70年代西南战争时期 战争会这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传媒的性质 人们在购买战争会的同时 解此也可以了解和掌握有关的时事和战争新闻 那甲午战争开打后 日本的各大势力为了提高报纸的销量 纷纷雇佣画师创造了这种战争服饰会 以用作民间的宣传和政治洗脑 那其中有一位画家叫做又田年英 他在战争时期受雇于东京朝日新闻 无论是从职业角度还是政治立场 他都不能客观的观察战争忠实记录 而是需要应甲方的需要刻意的去美化日军 丑化清军以达到宣传效果 因此又田年英就创造了丁汝昌降服之徒 也就是前面提到那张画 从宣传来说呀 说对方倒戈卸甲以理来讲 比说对方宁死不屈 更符合日军的宣传需要 于是他就想当然的把丁汝昌画在了投降仪式上 那这些画后来被日本人收集起来 被称为日清战争锦惠 后人根据这份锦惠做过一份调查 那结果就显示所有的画师当中一个亲赴战场的都没有 他们作画的素材完全是基于国内的战况报道 然后凭想象构图 也就是说那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是编的 其实在日文的维基百科上 丁汝昌降服之徒也做了特别的标注 这就是根据想象画的 那么就这样一个明显着有漏洞的错误 现在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书中 确实是跟出版方的疏忽不负责任有关 因为目前这图书出版业都是市场导向 那由图书公司挂靠在出版社进行操作 只要内容题目合适不敏感 价钱谈好 出版社一般很乐于接这样的买卖 所谓市场导向 那它离不开降低成本 很多时候呢 内容可能是几个大学刚毕业 甚至还是实习期的小编 各负责一块分工拼凑起来的 图呢网上随便找的 而找图呢那也是怎么便宜怎么来 怎么方便怎么来 专门请插画师量身绘质太贵了 那商业图库当中购买也得花钱 最快最便宜的最符合这儿的特色的 那就是没有版权意识嘛 抓取维基百科的图片呗 等到图书编辑完了 交给编辑去审核去叫队的时候 估计那编辑呀对于这甲午战争 他也是个二把刀 没去核实真相 只看一遍这书里面没有特别事 就都完成审核了 于是就出现了这个违背史实的问题 所以这件事呢 他说破了大天 也就是几个工作人员工作失误造成呢 用不着上纲上线 而且以上帝视角看 投降真的是比全员迅果更合适的选择 现在啊一帮激进分子把丁绿昌捧上天 光说嘴上说啊 报国迅国 其实我们以现代的角度去看 丁武昌自杀 以一人而保部下 反而更能显示出他的考量 因为这些部下都是海军学校毕业的专业人才 重建海军需要他们 哪怕是到了民国时代 那无论是东北海军广东海军 还是北京政府的海军 指挥官都是以这些人为班底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投降其实是不丢人呢 要是你把老本都拼光了 无牌可打 最后阅兵的时候就剩下一辆T34 那才叫丢人丢大法了呢 好了 关于丁武昌投降的真相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